方长 在下钱与坤 奉卧龙堂堂主之命 前来请取尊荐 老纳耳背 听不明白施主在说些什么 这什么意思啊 老纳先帮你看个像 哦 你个头 来说干什么 去去吧 长者看相非常灵验 前兄不妨试试 我既会看相 二堂主既会像吗 不好勉强 那就正好 不看相 那咱就疗伤 方才切掌感觉前兄左臂有样 你帮我看看 前兄左肘有没有老伤 不必了 我既会看相 也不想疗伤 我是来请取尊荐 如果你不想死 赶紧拿出东西 内奸终于现行了 三弟 我是怕拿不到东西 有人杀上山来了 这是一个抓贼的急 休得伤我主 诸位休得造次 有话慢慢说 下一块 你说你不是内奸 为何枪指防战 那你为什么枪指着我呀 分明是我占了沃龙堂第二把交椅 你恨之入骨想杀我报仇对不对 满嘴胡言 满嘴胡言 要放你得先 我是你二哥 我信不过你 有人翻山门 快收了家伙 少废话 交出东西我让你不死 你就是为东西来是不是 难道你不是吗 你们这干嘛呢 你们 你们这不过里头吗 济山先知 现在是真讲难辩 你千万不要乱来 你来干什么 三叔 都怪你我黑皮呀 混蛋小子 忘了你对的嘱咐 午后直奔镇上 找算命先生求万线 到他那儿讨一副 窝龙堂的战果 快去镇上找亮亮 速回唐港快 外面有追兵 走后门走 天兄 军服 来的正是谁 长老 如果你实时务 赶快交出东西 我可以饶你不死 父虎 说 你是不是父虎 是又怎么样 那就太好了 把他绑了 押回宪明队 完了 细下线索断了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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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真是乔东一设的局 来试探 我 他不是父虎 父虎是谁 他在哪儿 父虎现在肯定是在县城 乔激山 跑到县城 肯定去找他 拿东西去了 我估计 我们现在要到县城去抓乔激山 已经来不及了 他拿到东西之后 一定会火速返回莫容堂 你马上报告日本县民总队 没错 趁他们现在还没有明了我们身份 禁脚过龙堂 拿到麒麟水 灭了护林队 杀了他 走 守灵这个营生啊 到头来都难免一死 但只要死在合适的地方 也就算值了 为什么非得死啊 你来看 这就是护林队的守则 王琪命张琪牵骨魂 可亡不可撤 可是伯父 这清朝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你 难道我刚刚跟您说的那些 你还没说透吗 守灵就是我们的职责 人撤了 职责就丢了 是 这些我都理解 可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保存自己的力量 日本人是不可能背走西灵的 只要时机一到 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不必在意了 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政委 不用操心窝龙堂 伯父 您这样太固执了 孩子 大伯有几句私房话要跟你说 大伯有几句私房话要跟你说 这次扫荡 如果大伯出了疑问 只要寄山上村 希望姑娘还能履行 当年我们许下的娃娃情 这个儿女之事 可不可以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再说了 这是姑娘的托辞 不是托辞 这是我参加巴鲁军的誓言 惹离 走吧 照片 算卦 李语伯 等我一会儿 我找车尾问去 你去西灵寺见到我爹了吗 见到了 你爹说了 让我把你带回卧龙堂 等着 救命 救命 干嘛呢 光天化日 你们胆还挺大的 滚蛋 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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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啊 算命的上哪儿去了 刚才在呢 都是你 都是你闹的 我 鸡山哥 别别别 上哪儿去了你 我要去西零寺 你脸色不对 我爹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 你爹能有什么事啊 没事 我这心里乱的话 肯定出什么事 我得去看看他去 你给我站住 你现在去不是添乱吗 那边都乱了套了 我必须去 不许去 我去 你去 我不去 不许 不许 来 亮亮 你赶紧去 把他给我追回来 快 大力 姑娘留步 还有什么交代吗 伯父 老伯有一事相托 近日来 伯父心慌气短 恐怕是胸多鸡少 万一有什么闪失 卧龙山的一些后事 想请姑娘代为做主 带我处理 什么意思啊 我 我有点没太懂 一旦卧龙山被贡献 你给你们团长说说 把祭山和剩下的兄弟 全收下 让他们都当把鸡 不许多鸡 那既然您是这么想的话 这 就跟我们一块撤退啊 干嘛还非得等到那一天呢 你不懂 天命安危 兄弟我都得担当 你把这个拿着 到时候若有人不服 你让他看这个 伯父 走吧